片刻后 带到东方不败和腰月体内的真元 也彻底平复之后 感受着此时体内蓬勃的真元 以及那悬浮在七海穴上 已经转变成为紫色的五道金蛋 饶视东方不败和腰月这样的人 脸上也忍不住流露出满意的笑容 睁开眼睛 扫了一眼旁边那两人之后 东方不败和腰月皆是闪身至楚清和身旁 在两女突破的过程中 方才先一步突破的水母阴姬 此时已经是在旁边生火烤鱼 等到两女移动到楚清和身边时 水母阴姬也是将火堆旁的烤鱼 选了两条放在旁边木头做出来的餐盘上 连着筷子放在桌上 楚清和开口道 先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后再说 听到楚清和的话 东方不败和腰月看了一眼远处的 东皇太义和李淳峰后辫云淡风轻的坐下 按照楚清和所说 烧情 随着几人吃完了桌上的这些烤鱼后 楚清和抬手分别为东方不败和腰月 也耗了一下脉 实习后 楚清和点头道 不错 体内并没有被龙原酒中的龙原所影响 根基也还算稳固 药物的药性最为容易受外力所影响 同一种要搭配不同的药物 所发挥出来的药性也截然不同 不同于楚清和此前服用的龙原酒 并未让这酒中的龙原能量吞噬大量的天地之力 去蕴养凤血 考虑到现在是要帮东方不败三人以龙原酒 配合天地之力强行迈入神座静后期 所以 楚清和在给东方不败三女的龙原酒里面 加入了一些其他的药物 这些药物能够抑制龙原的能量 使得龙原能够更加温和一些 更容易被凤血所吞噬 从而壮大凤血 通过楚清和的药物 凤血会容易吞噬龙原 但也有可能因为凤血的增多 从而孕育出火毒 使得东方不败 几人体内的鲜血 被这些火毒侵入 但从目前来看 这一次 虽然让东方不败三人体内的凤血壮大 但却并没有出现孕育出火毒 随后 楚清和缓缓地转过头 看向此时 被困在阵法之中的李淳风和东皇太一 旁边的东方不败视线 在李淳风和东皇太一之间 来回扫世间皱眉道 按照白小生的信息 这两人应该就是鬼谷派的鬼谷子 和一阳家的东皇太一 但这两个人里面 谁才是李淳风 楚清和对着烧尽一些的那名老者说道 当初和袁天刚的交谈之中 能够感觉得出 那袁天刚虽然对李淳风忌惮 但却并不算惧怕 这两人里面 东皇太一的修为 已经是赵神静后期 而旁边那鬼谷子 才赵神静初期 再加上 之前他们两人对话中提及 那东皇太一 是大夏皇朝的人 鬼谷子 应该才是李淳风 在回应了东方不败后 楚清和轻轻抬了抬手 下一秒 自这阵法之中的真源运转的路线 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 随后 目光放在远处 依旧盘坐在地上的李淳风身上 在这个时候 还能安然盘坐 你倒是比 旁边那个赵神静后期的家伙 更加冷静 声音出口 自阵法之中的李淳风 虽然还是因为 周围这天地之力和真源 以及精神能量的影响 看不见 楚清和几人 却能够清楚地听到声音 传来的方向 缓缓睁开眼睛后 李淳风朝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回应道 就这阵法而言 以阁下的能力 若是想要对我们不利 我们也能活到现在 想来阁下将我们困而不杀 也是别有目的 既然如此 我又何必心急 文言 楚清和轻笑一声 随后开口道 大夏皇朝一共派出了三人 现在却是只来了两个 大唐国的那个袁天刚呢 听到楚清和这句话 李淳风稍稍停顿了一下后 开口道 李淳风斗胆 敢问前辈身份 被楚清和慢悠悠道 现在是我问你 等我的问题都得到答案后 再说你的问题吧 见此 李淳风沉吟几息后 徐徐开口道 袁天刚已经死了 楚清和问道 如何死的 李淳风回应道 袁天刚生有一心 想要背叛大夏皇朝 被我所杀 嗯 听着李淳风这话 楚清和面露一色 就连身旁的水母音机三人 也是疑惑地 看着对面的李淳风 水母音机以真缘 将自己和楚清和几人 包裹起来后开口道 这袁天刚 不是被清和你毒死的吗 为何李淳风会说 那袁天刚是被他杀的 东方不败开口道 难道说是在袁天刚毒发之前 便被他所杀 楚清和思索了少许后 看向远处的李淳风道 从你的实力看来 那袁天刚甚至还要略胜你一筹 你如何杀的他 对此 李淳风也未瞒着 而是沉生道 那袁天刚修炼出现了问题 在和我交手的过程之中 被我一掌震碎了五脏六腑和经脉而死 说着 在顿了一下后 李淳风补充道 前辈既然对我们知晓得如此清楚 想来也知晓 袁天刚创立的不良人 那袁天刚的尸体 便葬在大唐国不良人的 筑地藏兵谷山上 前辈若是不信 大可前去查看 面对李淳风所言 楚清和仿佛想到了什么事的 开口问道 袁天刚何时死的 虽然不清楚 为何楚清和要询问得这么细致 但李淳风还是如实回应道 六月念四 临近未时 几夕后 水母音机面露思索道 六月念四 算起来 正好是清和你给袁天刚下读的第三个月 难道说 楚清和语气带着几分复杂道 看样子 是那袁天刚正好读发的时候 这李淳风到了袁天刚的筑地 然后两人动了手 说话时 楚清和神情也多了几分恍然 这几个月下来 楚清和一直就觉得奇怪 不明白为何袁天刚死了后 李淳风这边竟然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合着从头到尾 这李淳风都认为袁天刚是被他杀的 这还真是乔儿他妈给乔儿开门 乔到家了 明白了这一切后 即便是楚清和此时心情都有了几分古怪 但有人愿意主动背锅 楚清和自然也是乐得其见 只不过 既然袁天刚的死机缘巧合下变成了李淳风所为 由李淳风背锅 情况倒是和楚清和原本预想和计划有了冲突 这个时候 若是直接将李淳风解决的话 倒是有些不合适了 思索了片刻后 楚清和真元快速地注入到右手之内 然后再融入到周围至阵法之内 阵法之内 在回答楚清和的问题间 此时的李淳风脑中也在不断猜测 阵法外楚清和几人的身份 然而 就在这时 李淳风忽然感觉到脑袋像是被人敲了一下 眼睛骤然一黑 同一时间 一股蓬勃的精神能量骤然冲入李淳风的脑中 在这一股精神能量的影响下 李淳风的眼神瞬间呆滞了起来 见此 楚清和控制着精神能量进入到李淳风的脑中 确定李淳风此时成功被迷魂后 楚清和方才开口将此前对李淳风询问的事情 给详细地说了一遍 面对楚清和所问 此时被迷了心智的李淳风 完全处于一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状态之内 片刻后 随着一番问答后 楚清和也基本上确定了一些情况 关于九州大帝 神州大帝 以及大夏皇朝 还有龙脉方面的事情 倒是和此前袁天刚讲述的差不多 相似度高达九成之多 这一份坦诚 倒是让楚清和不禁感觉到有些意外 只不过 在关于龙脉的方面 反而是李淳风知道的更多 并且李淳风口中对于龙脉的描述以及讲解 倒是和孙白发说的相差无几 但不同的是 李淳风同样也不知晓关于龙脉半生时的事情 在心中相互对比了一下后 楚清和继续问道 那东皇太医是怎么回事 李淳风回应道 是大夏皇朝安排进来 监视我和袁天刚的人 随后 在追问下 李淳风也说明了 大夏皇朝这边的谋划 正如楚清和此前所想 大夏皇朝每隔两百年 便会要求袁天刚所在的新一任天津门门主 和鬼谷派的新一任门主 进入到九州大帝之中 坚守这九州大帝龙脉运养之事 除此之外 还会派遣大夏皇朝皇庭司的一位将军 跟着进来监视两人 一旦天津门和鬼谷派的人有任何的异样 皇庭司的人便会第一时间将消息传递到外面 沉吟了几夕后 楚清和询问道 袁天刚都不知晓 大夏皇朝会暗中派遣皇庭司的人进来 为何你知晓这件事 李淳风呆滞回应道 因为我鬼谷派中有一人潜入到皇庭司内 成为过大夏皇朝的前将军 大为进入过这九州大帝 听到这话 楚清和以及身旁东方不败三女 看向李淳风时 眼神也多了几分深意 按照李淳风方才的介绍 这皇庭司只对皇权负责 有点类似于大明国中的锦衣卫 皇权特许 在大夏皇朝地位极高 而鬼谷派作为归附了大夏皇朝的势力 却是暗中派人混到大夏皇朝之中 足以见得这鬼谷派也并非是这么老实 这李淳风 只怕也是和袁天刚一样 起了摆脱大夏皇朝控制的想法 只不过和袁天刚不同 李淳风以及所在的鬼谷派形式 更为的隐秘和聪明 随后 楚清河开口询问道 说说看神州大帝的势力情况 文言 李淳风介绍道 在我进入九州大帝内 神州大帝之中 一共分为一招两宗 三门九派 整个神州大帝之中 皆是以这十五个顶级势力为首 在李淳风相继的解释下 楚清河几人也知晓了 这所谓的一招二派 三门九宗情况 按照李淳风所言 这十五个顶级势力里面 均是有着照神境的高手坐镇 为神州大帝之中十五个顶级势力 两宗之中的问道宗 以及法华宗之内 更是有破须境的高手坐镇 而大夏皇朝之内 更是有着五名破须境的高手 其中二人在李淳风 进入九州大帝之前 便已经达到了破须境圆满 在这一点上倒是和 袁天刚当时说的有一些出入 不过从一旁那东皇太义 皇庭司前将军的身份来看 李淳风所知道的信息 明显可信度更高 五名破须境的舞者吗 得知了这一个数字 楚清河心中轻轻呢喃一声 眉头轻皱 以楚清河现在的实力 若只是面对一名破须境圆满的舞者 还能够强行碾压 胜算高达九成八 但若是同时面对五名破须境的高手 这胜算却是骤然直降 除非楚清河现在的修为在近几分 能够进入到照神境圆满 到时候 整个神州大帝的破须境高手齐出 楚清河也能够有必胜的把握 但想到 现在自己这五学挂机卡的效果 楚清河心中也缓和了下来 旋即继续向李淳峰这边询问了一些问题后 转而故技重施 同样以药物结合精神能量 将阵法制中的东皇太医迷魂 等到一番询问 确定了两人的回答和李淳峰相差无几后 楚清河方才作罢 旁边 同样将楚清河与李淳峰和东皇太医之间的问答内容 收入耳中的东方不败三人 此时神情 也凝重到了极点 虽说几人知晓神州大帝的人 整体实力和修为绝对要高过九州大帝这边 可当真正知晓了彼此的差距后 几人依旧是心中一沉 两久 带到脑中的思绪平复下来 目光倾台间 楚清河的视线放在阵法中两人的身上 片刻后 楚清河忽然口中低贺一声 醒来 伴随着声音出口 两道精神能量包裹着贺声分别冲入阵法之内的东皇太医和李淳峰脑中 随着脑中这一道低贺声响起 方才神情一片迷茫的东皇太医以及李淳峰意识快速地恢复 此前那迷茫的眼神意识快速地恢复清明 下一秒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的东皇太医以及李淳峰皆是面色一变 被迷魂了 可此时受困于阵法之内 东皇太医以及李淳峰也不清楚 方才他们陷入到这种被迷魂状态的时间长短 是指持续了短短的一瞬间 还是说已经已经持续了一炷香甚至更久的时间 不过还不等两人多想 楚清和的声音便徐徐地穿过阵法进入两人的耳中